《我是歌手4》首播好多戲 李克勤領第三 李文吳東艾牌尾 強國歌唱節目《我是歌手4》昨晚播出第一集 李克勤唱30年前參加歌唱比賽時 首歌即譚詠倫1984年推出的作品《無知戀》 這一集已經要進行淘汰賽 不過克勤最後拿第三名 即是巴曲琴會繼續拿著劫中趕兩邊走 第一名是台灣歌手徐家瑩 第二名是韓國歌手王志烈 至於唱得之人李文隨鞋出戰反而出襲脫腳 雖然李文在歌手戶頭拿第一名 但不知道是否沒有打壓 所以討好不到韓國人 成績指揮排尾 令一班歌手和工作人員掉下眼鏡 話說首則會淘搜尾人 不過最後因爲黑人、惡庭和關節並列最後 所以沒有人要勾 雖然克勤未能拿到冠軍 不過整個節目的地位明顯超然 他在歌手大集合時已經是壓軸出場 看看他的節目是否有驚喜 之後克勤還被選中了節目主持人 我覺得芒果台非常勾膽 邀請了一個可以長得這麼爛的 來當村長人 李洪啊 2016年是屬猴的人士的本命年 我Yu Star Bonnie 提提各位猴子女今年撤太歲 要多上這個網 可保平安 點燈 在從來 為奇 真是 不關